命理师总爱把自己讲得会飞天顿地的 总听人说 人生起起落落 没有一帆风顺 因为我们都是带着不同的因果业力 来到人世间 当善业果报时 就觉得自己生活幸福美好 顺心如意 当恶业果报时 就感到沮丧悲伤 悲惨痛苦 人的一生就这样时喜时悲 反复起落地过着 一旦处于逆境 失去方向时 更反映出人性的脆弱 无助 如同人落水时的慌乱 无主 随便看到水上飘的芦苇草 也错当服务来攀附 所以 茫然无助的人 随便听人说 哪个老师很厉害 就会跟着去算命 改风水等等 期盗借此 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大家静下心来想一想 命理师是神吗 命理师有神通吗 不 命理师只是凡夫众生呀 他们每天也在为自己的生计盘算 为自己能够成名发达 发财致富而拼命啊 所以 随着现代网路电视媒体的开放 命理师为求有露出的机会 努力学习多样功夫 包含 符咒学 风水学 八字学 占卜学 中医学 心理学等等 尽其所能的多才多艺 才能展露头角 不止如此 他们还会包装自己的形象 建立特色 上节目广告行销 甚至有的还会说 自己是拜某某为师 可以进行加持开运等等 他们每日较劲脑汁 吹捧自己的功夫厉害 宣传使用他们加持过的风水宝物后 婚姻生活变得如何的好 投资赚了多少钱 身体病痛怎么消除 变得如何的健康 而那些茫然无助的人 就如同在看魔术师变魔术一样 受这些虚幻的手法影响 任其摆布 贡献钱财 还痴心妄想着 自己可以改变命运 殊不知 等待是更多的黑夜找上门 过去 我有一位同事 就是十分迷信 任命理师摆布 生活中处处设有许多禁忌 例如 本月不能吃鱼 吃肉只能吃四只饺的 衣服只能穿灰黑色或黄土色 又或者是 本月不能出远门等等 看着他如此沉迷 同事纷纷向他劝说 分析 但是他的业力障碍严重 不论大家怎么劝 他就是听不进去 经过几年 从旁得知 他的小孩罹患精神性疾病 而他自己也因为精神 记忆力衰退而离开职场 正是 人欠欠欠欠 几欠欠欠的写照 转变命运 根本不能靠命理师 佛经云 若知钱是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来是果 今生作者是 所以 应先从因果入手 众善因 得善果 众恶因 得恶果 凡是明信因果 在因地上 不去众恶因 多结善缘 则未来得到的 多是善报 南摩第三是 多结羌佛 在什么叫修行理说法 学佛的实质 要落实在修行上 因此 我们首先必须明白 什么叫修行 修行 即是修善恶 恶所 原业之增益 与离弊 也就是 增益善缘 众善因 结善果 离弊恶所缘 离恶因 必恶果 因此 远离封建迷信 风水算命 一切外道之怪力乱神 从因果入手 奉行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才是正确的做法 才能促进 服务会增长 帮助务会增长